最近两天就传出森林兽伤的消息 但他还是拿马帮的征战了90分钟 虽然没有进球 但只要他还在场上 纳布洛斯的防线都不会有血放松 应该说 这场球纳布洛斯踢得真是很好 只是老富人把握机会的能力太能了 看下全场的技术统计防线 在射门和射正球门封面 遥遥领先的都是纳布洛斯队 蹭一下积分榜 纳伦图斯几乎是捅着级别的分数 这场球就算纳布洛斯人来又能怎样 都说是延后一下对手提前几轮夺冠 很不幸 输了 那个叫森罗的家伙 还在在前被传射伤了 很难登场 都说能带恩贯复出 结果大家都能看见 进去内的对抗 高速带球反击 和尼网尼娅飘忽的跑位 复连还是那个飞魔 怎么看飞不像受伤的样子 看一下一甲连赛的球人心肌榜 再看一下各个球队的身价 最假就是另一个法角 于是有人说 复连这个设计买来飞魔 他们要是在联赛上排名榜首 属于正常发挥 因为联赛排名 已经不能对于这个赛季的他们进行评价 成功或者失败的看欧冠上的成绩 小组利亚曼人投赢出现 只是在翻译西蒙尼的铁续马进时两球退败 让他们的欧冠前景干预了质疑 如果这个赛季的他们在欧冠里来一回十六篮 看看他们的投入和诚心 这个赛季真的难言成功 所以 接下来的欧冠次回合重复要平均 就看他们是否能够密转买进 在欧冠上究竟能够走多远了 图片如果涉嫌新群请联系作者